大家好,虽然现在已经逆秋了,但是我们在养茶花的过程中呢,大家一定要注意,这个时候啊,这三件事千万别急着做,要不然的话呢,茶花生长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,那么是哪三件事别急着做呢? 首先第一个,别急着根部施肥,因为现在啊,温度呢,还是非常高的,8月份呢,很多地方的温度都达到30度以上,那么在高温的时候,给它根部用肥植株呢,吸收不了多少,很容易产生肥害,如果是想要给茶花施肥呢,我们可以在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,在下午或者傍晚给茶花的页面喷湿一点,拧甲肥就可以了,这个拧甲肥浓度的一定不能过高,第二个,别着急,马上给它大水浇灌, 茶花呢,其实在高温的时候,它生长速度是比较缓慢,它需水量是比较少的,虽然已经逆秋,但是温度还是很高,植株生长还是非常的缓慢,我们浇水呢,还是要等到盆土干透了,再来浇水,一定不要过于频繁大水浇灌,以免造成积水难根,第三个就是不要急着马上把遮阳网去掉,因为现在温度还很高,光照还是非常强烈,如果马上把遮阳网去掉,或者把它移到一个光照比较强的地方,这个时候叶片很容易被 灼伤直出了很容易晒枯萎,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到温度下降了,然后天气比较凉爽,至少温度能够在28度以下,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恢复,也正常的养护,现在我们养茶花呀,大家一定不要超之过急,一定要等到温度下降,茶花开始恢复生长了,我们再来,按照平时的正常养护来养护,这个时候呢,我们还是要给它少肥遮阳 而且呢,减少胶水,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